entry 經過一番波子 終於這個 到我飯店了 然後現在又出來了 就是要去 процdd 吃一個 吃個晚餐 然後 逛個玩具店 逛個玩具店 帶這個同行的同事一起去逛個玩具店 去一個上野的玩具店 好 現在在 上野 我們到上野時間蠻晚了 所以我們目標只有一個 到這個JR站旁邊這邊呢 有一間我每次都會逛的一個玩具店 算玩具店嗎 就是玩具百貨 就是每一層樓都會消費到爆表的一個地方 阿美亨廷旁邊這邊 那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是去裡面逛逛 然後呢 那一會就是吃一個一蘭 一蘭拉麵 因為我們製片大大想吃一蘭 那一會就吃一蘭 OK 好 忘記 這次再見 花錢的地方 OK 好 忘記 好 買一堆東西 好 那一會呢 吃個一蘭 好 排隊 排隊都 你吃啥 拉麵 哇 你吃 你看韓文的喔 喔 有中文 我要濃 濃 我要濃 然後油的什麼 普通 普通 蒜泥 嗯 這個 蟲 蟲 有 有 抄 這樣叫抄 我吃再抄啊 兩倍 兩倍 欸等等等等 這辣對不對 那我要五 我要五 抱歉 我不要 好好 那二分之 幹我又不吃辣 好 來吃一蘭 這個 雖然台灣也有啊 但是 我第一次來日本吃一蘭的時候 就是來這個上爺這一間 然後之後就非常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之後每次來東京啊 都會去吃一蘭 但不一定是這一間啦 但是就是 就是會覺得很好吃 後來台灣也有嘛 那我覺得 台灣的味道跟日本的味道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而且台灣也 還要排太久 我喜歡吃比較硬一點的 然後 濃度比較 濃的 因為其實 今天一直在趕 趕那個行程啊 就是 呃 到日本以後啊 然後 就是趕著要check in 然後 再趕著在那個 這個 店還沒關之前 趕快出來逛一下 所以一直都沒吃東西 好 氣浴 氣浴也是必要的 太餓了 肚子餓 我本來不喜歡吃辣 所以我都會點沒有辣 但是剛剛這個 我們製片大大 好不好 推薦 吃一點點辣 還不錯 滿麻的 滿舒服的 加一點點辣 感覺味道比較濃啊 濃到要喝水了 好剛剛 這個 大概三分鐘吧 我所有的麵都被我吃光光了 趕快體育一波 好 來了 這個 加麵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比較不懂 我以為它加麵是可以加湯的 結果 我那個 湯喝太多了 就變乾麵了 加麵變乾麵 一攬啊好像這個 很多台灣人啊 或者是中國人 愛吃 有沒有 所以 這個菜單啊 或是這個服務人員啊 他們都 有中文版本的 然後這個麵吃光了 最後大家都是要 把湯喝完 然後這個 拍照都要拍 管的最底部 以我現在這個飢餓程度啊 這根本就 輕輕鬆鬆 好不好 輕輕鬆鬆 好 吃飽了 吃飽了 犯了一個 犯一個蠢啊 犯了一個蠢啊 忘記這個 日本要用 PAL字 PAL字的 這個 防閃數來拍啊 不然 整個畫面一直在閃 好 今天就 差不多啊 在這個Weno的行程 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蠻趕的嘛 所以 待會就直接 搭車回去了 要擠那個地鐵 先這樣啊 洗洗醉 明天要幹活 來 喂 早安 今天早上呢 還有幹活 還有東京廣展 一大早就進去了 這是我住的飯店 我住這邊 好 住這邊 早餐呢 吃再見 樂雅樂 飯店鋪的早餐 好 早餐 剛才為什麼沒有蛋 為什麼沒有蛋上面有 黑胡椒 要自己加喔 哇 這個組合好像台灣的那個 台灣比較貴的那種 一百多塊的早餐 裡面最期待的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撈的這個優格 期待 所以真的是看到那個廣告 很好笑 看到那個文案會很小 很快 結果我那些 好吃的 女生XXX 好像是 日本還是台灣 怎麼這麼壞的廣告 好直接喔 怎麼會有這種文案 結果 結果這個優格 好酸喔 好酸喔 明天不趕時間再點 所以今天這個要提早 提早進去啊 這個 10點是 一般持票者 或者是有登錄的人 可以進去 然後我們要比他們 再早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要請常常帶我們進去 所以就很早進去 忘記我 然後 洋蔥湯 洋蔥湯 它有洋蔥湯跟味噌湯啊 然後我明天再喝味噌湯 先先喝洋蔥湯看看 應該算是吃一點點早餐 一米米 準備 走到東京電玩展燈會場 哇 今天人真的超多大 搭車 爆多人啊 爆棚 整台車都是 阿多阿 不是講日文的那種 很多 非常多 這條線上還有要去這個 迪士尼的 所以整台車上 超多外國人 好像會喔 沒關係我離你遠一點好了 離你遠一點就可以了 大概兩年沒來了吧 兩年 大一台 這次呢 這個 主要是來 對 Hyper HyperX的攤位 這次主要兩天的拍攝啊 其實都是 幫助這個 HyperX的一個 訪問啊 還有一些 這個 影片後製的內容 是HyperX 邀請 邀請到這個 東京電玩展來 其實工作的時間 不算太長 就是 只有一下下而已 所以 也花點時間去 去觀光別的攤位 都來了 OK 啊 我愛大捏捏 這個啊 這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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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三萬日幣啊 哇 哇 到底是 可不可以等我 可不可以等我 拜託 好 好 已經 沒有手了 好不好 完全沒有手了 買到的都沒有手了 東京電玩展 第一天的任務啊 順利的完成 完成 唯一的遺憾就是 錢帶的不夠多 OK 這裡呢 就是 販賣部啊 就是 以前呢 它是在 我記得 五年前 四五年前 它的販賣部 是跟展區混在一起的 它一個 一邊是 左邊是販賣部 右邊是展區 那它現在呢 把它分開來 就是兩棟 對 所以 如果你是 第一次來 然後呢 去看展的話 也會找不到賣東西的地方 因為賣東西的地方 它在另外 就是要走過這個 蓮通橋 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洞 就是十一 十一館之後這邊 差不多買到你要 你要買的東西 像我剛剛在這個 卡普空的攤位 喔 卡普空的攤位 裡面 待超久的 因為 這個 這個 紅型的製片 想要買 買很多 魔物獵人的東西 喔 然後製片有一個 這個 這個超帥的 它是 它是預購的 所以滿可惜的 不然應該直接買一個 這邊有很多間 像這個 這間是 COSPA COSPA也是 其實外面 很多地方都有COSPA 可是這邊的話 它會公佈一些最新的 還有就是 呃 現在正在預購的 這是 KOJIMA KOJIMA PRODUCTION 這個 剛剛在這邊花很多錢 呵 花了 花了三萬 三萬日幣 好 所以是 這個 KORON KORON TAKUMO 有這個 1比1等身大的 柔軟滑鼠店 呵 因為今天是 第一天 就是 Business Day 所以 所以其實你看的時候 好像沒什麼人在排隊 對不對 如果是玩家日 你就知道 滿的 絕對是滿的 喔喔喔喔 可以可以可以 大概 類似這個狀況吧 這邊是10顆威爾的攤位 10顆威爾的攤位 大概會類似這個狀況 就是 呃 你要買一個東西 然後排非常久 非常久 但是 今天人真的比較少 所以 基本上 買東西沒有難 沒有難度啊 就是你的 你的 荷包夠不夠厚而已 販賣部差不多這樣子啊 那其實 感覺規模好像 就是 沒有到很 很大 三年前的 之後來 來看的時候 比較大一點 好像最近有 縮水 不過還是要看 各家買的東西是什麼啊 那買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比較實在 好不好 好 這個 午餐隨便吃啊 進在家 這邊就是分 這個 牛丼跟豬丼 兩種 二選一 我選的是牛肉 哇 這個牛肉 這個牛肉好硬啊 怎麼說呢 是沒有到 好吃啦 但是就是 至少它不是全熟的 所以吃起來 吃起來也算舒服 我也覺得 很老很柴 在這個 電玩展的會場 因為人很多嘛 所以 吃的選擇真的 比較少 如果不想走路的話 就真的 只能吃便當啊 或者是 那邊 這邊有一些便利商店 然後不然就是吃這個 吃這個 這個 哇一千兩百塊就這樣子 迅速的消失了 好 這個 事情大條了 事情大條了 下雨了 好 我剛剛 從這個 會場啊 從會場回來 非常辛苦 帶著所有的攝影器材 扛回來 還有戰利品 對 因為下大雨吧 附近 隨便 隨便那個 好不好 煮乾 不要煮乾啦 你就吃醬油或鹽味啦 這是肉多的 這是肉多的那個 沒有啊 好 這個完成時間啊 這個 飯店附近有一間 算 有名的 叫做麵 七彩 我點的是醬油的 特大丸醬油 然後它的麵 滿特別的 我剛有看它的那個製作過程 覺得好神奇喔 怎麼是壓扁扁的 跟我想像的口感完全不一樣 它竟然是 就是 很Q的耶 好厲害 好厚一塊 好厚一塊 這個肉真的很強耶 又厚又大塊 然後油… 油脂又剛剛好 好強耶 而且它不是同一個部位 好多塊這樣子 它每一塊的部位好像不太一樣 這邊基本上算滿安靜的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說話有點不好意思 這個是剛剛那個部位不一樣的 這個有點像秋刀魚耶 然後吃起來有那個油脂的感覺 還滿爽的 湯呢是 我覺得喝起來應該算是裡面 非常不鹹的 非常 非常不鹹 如果醬油的味道 重 但是不會很鹹 它有加鹽的啦 我點的是醬油的 喝起來淡淡的 淡淡的 真的很好吃 好吃 最爽的是它那個 它那個麵啊 看起來扁扁的 可是它會 就是 算很有彈性 然後肉有很多 這個醬油味喝到最後竟然有一種 香菇雞湯的感覺 好吃 這間真的 真的很厲害耶 對啊 難怪 好像很多觀光客來這邊吃 我看那個菜單 各國語言都有 剛好在這個 飯店旁邊 走路不用五分鐘就走到了 過馬路就到了 還不錯 今天本來這個 晚上啊 可能 還會再出去晃晃 可是 就下雨耶 對啊 吃個拉麵 回飯店好好休息吧 OK 大概這樣這樣 明天 明天早上 就是真正的放假 明天早再說 好 掰掰 訂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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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啦